广东奶茶消费全国第一 奶茶的三大健康危害亦不容忽视 危害一 过量的糖 加速衰老 影响寿命 危害二 奶茶反是脂肪酸超标 可治女性不孕 危害三 长期喝奶茶 还可导致咖啡因中毒 这三大危害给大家提个醒 凡事过犹不及都不好 多多注意了 主要观点已经说完 有需要请看后面的详细展开 广东奶茶消费全国第一 奶茶的三大健康危害亦不容忽视 来源 健康时报网 视频 和眉制作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白田 近日 广东奶茶消费全国第一上了热搜 根据支付宝日前公布的春季奶茶消费报告显示 南方人比北方人更爱喝奶茶 广东奶茶消费全国第一 浙江江苏等紧随其后 而北方紧山东河南山西上榜 加班喝奶茶 失恋喝奶茶 前来无事喝奶茶 当今人们对奶茶的喜爱已经超过了很多饮料 仿佛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的 为什么大家这么爱喝奶茶 广义三院临床营养科主管曾青山分析 奶茶里有四大神助手 糖主要是果仆糖浆 能让人愉悦 脂肪主要是奶精 奶盖 植芝末 让口感更丰富 提升愉悦感 咖啡因 兴奋多巴胺 达到所谓提神效果 可爱的辅料 如珍珠、椰果、红豆、燕麦满足了各种少女心 咀嚼它们提升神经元活性 让大脑放松、减压 这些成分提升了大众喝奶茶的体验 但也正是这些成分让奶茶成为健康的隐患 奶茶中的糖、咖啡因 凡是脂肪酸及果蒲糖浆 长期大量食用 可导致肥胖、衰老、咖啡因中毒 甚至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和不孕不遇 危害一、过量的糖 加速衰老影响寿命 过量摄入糖的危害是明显的 曾青山介绍 这些危害主要表现为 一、加速衰老 吃糖太多会流逝我们的胶原蛋白 使得皮肤弹性变差 毛孔粗大 甚至出现皱纹和斑点 加速衰老 二、影响健康寿命 饮用含糖饮料越多 早死的风险就越大 研究数据显示 每天饮用一至两次 早死风险则增加14% 每天饮用两次以上 早死风险比不饮用含糖饮料的人高出21% 而每天饮用两次以上含糖饮料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31% 每增加一份含糖饮料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10% 三、易患阴道炎 当女性摄入糖分过多时 破坏阴道内的酸碱平衡 容易引起阴道内菌群失调 念珠菌大量滋生 导致念珠菌性阴道炎 四、诱发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 市面上不少奶茶中添加了果仆糖浆 果仆糖浆由于成本低、甜度高、好上色、易溶解、保质期长等特点 被广泛添加在食品中 但其对身体的危害也并不小 过量摄入果仆糖浆 会引起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 危害二、奶茶反式脂肪酸超标 可致女性不孕 曾青山介绍 奶茶中添加的植芝末也就是奶精中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 而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的危害非常大 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老年常见慢性病 此外 反式脂肪与人体肥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肥胖会导致女性不孕 女性超重会影响其排卵期受孕能力及胎儿早期发育 并且孕前女性如果室内分泌失调引起的肥胖 容易患多囊卵巢综合征 食卵抛不易成熟 影响正常排卵 造成不孕 危害三、长期喝奶茶 还可导致咖啡因中毒 很多奶茶迷认为咖啡才有咖啡因 奶茶只有奶盒茶 事实是奶茶里面的咖啡因远远多于咖啡 隐匿性更强 一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普遍在100至300毫克不等 约等于1至3杯的美式咖啡或2至7罐红牛 长期摄取的情况下 大剂量的咖啡因是一种毒品 能够导致咖啡因中毒 咖啡因中毒包括上瘾和一系列的身体与心理的不良反应 比如神经过敏、易怒、焦虑、震颤、肌肉抽搐、失眠和心剂 另外 由于咖啡因能使胃酸增多 持续的高剂量摄入会导致消化性溃疡 弥烂性食道炎和胃食管反流病 长时间摄入过量咖啡因亦造成骨质流失 对骨量保存有不利影响 而对于女性来说 还可能会增加患骨质疏松的风险 谢谢收看 和梅制作 祝君健康